阿中模式这几天嘛 其实朱凯翔呢 一定很有感啊 玩滚球上夜店看电影嘛 就是阿中模式 那当然看到TBS民调也好 苹果即时民调也罢 其实你会发现 哇 陈时中的数字不好看耶 这个尤其在T台的民调 居然还是垫底的 那其中也是TBS民调里面 超过五成人是不喜欢陈时中 可是不对啊 陈时中明明提出了很多政策牛肉啊 比如说新建设宅4万户啊 还有什么设宅租金要调降啊 还有一些什么内湖交通解决方案 虽然之前有被那个里长吐槽 还是交通决论吐槽说 每一个解方是可行的 还有都庚的部分啊 优先整件住宅 以及这个海沙物的更新 他每天都在抛政件啊 那为什么民调还这么难看 开翔 因为我觉得陈时中现在的问题 不是政策的问题啊 因为政件本身 他提的政策也并不是说真的很好 比如说大巨蛋 他说他公开透明 立刻就被人家讲说 你身上哪里有写公开透明 这四个字的空间 然后呢提内湖的这个交通的部分 然后他提的是一个需要中央 然后呢整个把机场签建之后 开新道路这样子的方案 那根本就不是一个台北市长 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甚至这个机场每一年 这个没有对现场不敬的意思啊 刚才现场已经离开了 每一年 每一次这个台北上选举 民进党的候选人 都会提一次松山机场签建 是有完没完啊 不要再附设贴上来 神经病有完没完啊 然后呢然后再不然就是这个 对这个刚刚讲内湖交通 然后还杠上里长 说里长这个怎么不懂 就不要讲什么之类的 这些东西 所以政策他也并不是提得很好 那你能怪别人 不把对你的注意力 放在政策上面嘛 而且其实不得不说 陈时中今天 可以在这个位置上面 选台北市长 难道是因为 他是一个政策大师吗 难道他是一个 这个有很棒行政经历 然后有很完整 政治历练的人吗 不是啊 不就是因为民进党贪图 他在过去两年 用国家资源来行使 这个防疫坐在那个神坛之上 所营造出来的光环 觉得这个光环 可以帮他兑换成人气 人气可以兑换成选票而来的吗 他从来就不是一个 踏实的政客啊 他也没有过去 有什么了不起的经历啊 也许如果这场选举 是在2020年底 那陈时中躺着选啊 大家也不用在那边嘴他啦 我们就去嘴别的县市就好了 可是现在2022 大家对防疫的看法 每个人心正已成啊 那也不是什么宣传可以改变 那是每个人真实的生活经验啊 上万的国人 然后那些家属加起来 还不加染疫的 500万人次染疫啊 这些都是真实的生活经验 你怎么宣传都宣传不了啊 你跟人家讲说 来看我证件 不要看我防疫 这有可能吗 这当然不可能啊 我觉得陈时中 我今天一直在找那个过去的资料 陈时中有52%的人讨厌他 这个已经逼近 这个韩国瑜最黑时候的 韩国瑜防线的耶 陈时中在短短两年的时间 可以从神变成鬼耶 这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事情 那结果 于是你要讲民调的话 我觉得陈时中现在此时此刻 正站在一个当口 今天应该说这场选战当中 我看我们选战大势来 我不敢搬门弄 这个蔡委员在这边 我不敢乱讲 可是我今天真的在想说 在今天之前 或是说在这一周之前 很多人在讨论 甚至阿扁都在讲说 陈时中会是 这场选战会是1994年那一场 民进党的候选人最终会因为 这个好像跟蓝营有关的 两个候选人分票 让他能够顺势的当选 这个余翁得利 就像他1994年 当年陈水扁靠着 这个邵少康跟黄大洲 分裂当选一样 可是现在今天这个态势不是阿 现在这个态势才一周之中 一周之内 这个民调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陈时中 可能会重演2018年 那个姚文志开票半小时 就已经下课了的那个状况 他只有23% 到最后可能就是绿营的 在陈时中支持结构当中 比较讨厌国民党跟蒋万安的 他可能弃成宝黄 然后同样的这个 等一下 前提是这个民调数字回不来了 他就是不会再往上了吗 陈时中这么积极 民调数字有可能上上下下 但是一个仇恨值 你降不下来 你的民调就升不上去 他就是一个玻璃天花板 这种事情是互动的 今天我对你有好感 我对你不认识 那我可能透过对你的认识 或者说你做了某些 某些某些对的事情 打到我的事情 说打动我的话 那我有可能就是可能接纳你 可能支持你 但是我就这么讨厌你 你讲什么我都讨厌你 你去滚球 我都觉得你神经病的时候 你怎么会 你又怎么会有机会 去争取到任何支持呢 所以我觉得陈时中的这个 仇恨值降不下来 这个问题恐怕就是 就是这场选举 大概现在就可以洗洗水了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 当然我知道很多朋友都觉得 都觉得说都觉得说 民进党这个家大业大 国家机器 党的机器开下去 有什么是不能碾压的 对 而且谁知道 接下来还有时间可以放大决 但我觉得 我觉得今年选举不一样 今年选举看起来 看起来2019年 大家都对民进党当年的 强势于稽有存 觉得民进党干什么都可以做到 但是那其实你要想的事情 是民进党的网军 当年带的风向 跟这个社会上面 很多民众的想法是一致的 比如说当年发生什么事 反送中啊 反送中啊 还有各式各样的事情啊 抗中宝台这个风真的吹得起来 所以网军带的风向 跟民众心中真正的想法 真正的意志 是同样一个方向的时候 那个风就会 就会刮起一阵狂风啊 但是现在这个网军带的风向 跟一般民众想的是一样的嘛 网军告诉我们 小致没有抄袭 一般民众是这样想的嘛 网军告诉我们数位发展部 是为了防止中共认知作战 一般民众是这样想的嘛 网军告诉我们各式各样 各式各样奇怪的话 柬埔寨都诈骗犯 让他们在国外死一死好了 一般民众是这样想的嘛 都不是啊 所以你告诉我 这个风怎么吹得起来 到最后就变成 网军护持的那些人 像林志坚跟陈时中 他就跟社会主流渐行渐远啦 所以林志坚已经出局了 陈时中现在正在走在这条路线上 他如果继续仰仗 觉得说网军可以像2019年那样子 把蔡总统从逆势推上巅峰 我可以这样子当选台北市长 我觉得陈时中就死定了 好呢 主持上这个梦梦水 独家配方启入入睡关键 舒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传酸调节情绪 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阳根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帮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钟 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